你看艾玲姐她們家的馬桶是可以升降的喔 對 這不是為了身高或者是體型 而是為了日本人當然就是愛乾淨嘛 免治馬桶 對 免治馬桶 最高的頂級 對 就是常常你是不是如果很愛乾淨的人 就覺得底下卡了 就是很多的地方沒有辦法清洗到 就很阿雜 那這個部分的話 升起來的話 其實清潔起來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其實大家可以看出來 我喜歡的就是有一點簡約時尚 但是最重要就是溫度跟質感 所以呢 這一次在整個空間來講 雖然它比我以前的客廳縮小了非常的多 但是我一直覺得沙發它不能就是很無聊 它一定要有一些圓弧形的一些這個所謂的線條 那你看旁邊的單椅 然後它的腳凳 然後前面的這個咖啡桌 其實在空間裡頭有一些圓形的線條 它是可以讓整個空間比較soft的感覺 再來呢 我覺得在整個這個空間裡頭 我一定要好好的介紹 因為為什麼要拿起手機 不是要打電話call out 是因為我的shutter 這一次呢其實我用一個這個白頁的一個裝潢設計 因為我覺得白頁它並不佔空間 很多的牆面如果不是很漂亮的話 其實它關起來打開其實它都是美景 對 那我很推薦的就是我覺得這個電動的全自動的 我覺得真的很棒 現在是關起來 那如果說你想要全部打開 其實你可以一鍵 然後它現在先揮位 然後它就會全部慢慢打開 哇 對 其實很多朋友來CBN都會這樣哇 啊 一直發出驚嘆聲這樣 對 但是 因為我覺得要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 就是說很多人家裡現在都流行裝這種白頁 但是愛玲姐他們家裝的是電動的 那愛玲姐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裝電動的 其實電動當然就是現在大家都喜歡走這個科技展 對不對 那很多人現在就是越來越懶了 坐到那邊我覺得有遙控 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是增加一個所謂的talking piece 在你的家裡 而且大家可以進看一下愛玲姐他們家的這個白頁 就不是一般白色的喔 是真正的木白頁 它是木白頁 而且你也可以手動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你們家的餐廳很漂亮耶 而且尤其是這個一走進來 這個燈還有這張桌子 可以請愛玲姐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喔 OK 其實桌子是主軸 因為我們要的就是一個長的桌嘛 那之前是木頭的 但是因為我的設計師他自己非常擅長 就是食材的運用 所以他會在我的空間盒 雖然我們用很多的木頭 但是他說他喜歡穿插一點很特別的特殊紋路 那你簡直帶我們看一下你的廚房吧 這是我的夢幻廚房 嗯嗯嗯 你原本是開放式的嘛 然後後來你們家重新裝潢之後 你現在覺得說 其實不一定要做開放式的也可以有很大的空間 沒錯 所以當然也花了一點時間去做調配 但是在電氣100分之下 你要知道廚房的預算是可以很貴跟很便宜 嗯 所以這個時候我教大家就是你可以稍微去拿捏一下什麼東西 是MUST HAVE 他的這個櫥櫃呢 其實他的設計是為我們台灣的一些小型廚房 那下拉 下拉櫃 我覺得這個是你們可以就考慮的 好棒耶 對 你看他也非常的順 還有這個感應燈條 感應燈條 你知道就是廚房裡頭你的手髒的時候 你要去摸那個燈 其實你都會要擦的很辛苦 再來就是這個檯面 嗯 這個是我花最多錢的 因為其實檯面對我來說很重要 它必須要是這個Ceaser石頭 它是真的食材 它是食材 對 那我覺得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貼東西嗎 對 它是人造石 人造石 對 但是它可以是在上頭切東西 然後熱的不要放太久 但是也可以暫時放一下 都沒有問題 好的 那接下來呢 來到愛玲姐的主臥跟更衣室囉 那我也很想要請教一下 愛玲姐 就是因為你平常這麼多主持活動啊 那你當初在跟設計師溝通 比如說設計你的更衣室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比較細節的地方 有 設計師說你直接買一個另外一間 然後放你的衣物 發速會很快一點 但是當然我覺得 幫你規劃出一個好的空間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那我自己有很多的禮服啊 或者是一些工作的服裝 其實就已經佔了 是放不下這個衣櫃的 所以有很多我必須要把它收納起來 因為禮服很佔空間 所以呢上一層當然是我的包包 OK那這一間是有直接安裝 就是除濕 然後所以它是24小時 它直接 以前我是很辛苦的 我是衣服跟包包奴 就是一直要每天 大概一日三餐的幫他們倒水 因為它很潮濕 那包包要保持得好 其實你必須要讓這個濕度要控好 再來的話 這個也是我的 我只給你看一點點 登登 然後這一面也是我的 對 然後我老公的呢 他就只有這幾櫃 好嗎 這一櫃 跟這一櫃 跟這邊的上半櫃 那下半櫃是我的 然後底下是他的啊 我還是很善良 有留這麼多 對 其實男人應該就是這樣就夠了 他已經是比一般的男生 很多很多的衣服 因為他也是走 做精品做了很多年 所以我對他還是蠻好的 就是多給他一層 一些空間 一些空間好嗎 很棒 對 所以我覺得 當然就是太太也開心 太太有足夠的 他的衣物的空間 你的家庭才會幸福美滿好嗎 Happy Wife Happy Life 對 對 這是一個 從愛玲姐的家 就是可以體現這個道理 對 大家要記得喔 記得喔 要幸福 這個好特別喔 這個大家有沒有感覺上 它的造型 圓弧的這個把手 就很特別 然後我覺得質感很好 但是呢 業務在賣的時候就跟我說 這個概念 你知道是哪裡來的 我說 不知道耶 我說宇宙嗎 我說這樣子旋轉嗎 他說不是 是求婚 Oh my God 一聽到這個你知道嗎 其實很容易賣很多 整個就剛好打入你的心 就打入我的心 那時候它有三個顏色 黑色 還有就是銀色的 然後再加上玫瑰金 玫瑰金 既然是求婚界 立刻就選了玫瑰金啊 所以你看搬配一個黑麵盆 那我覺得整體來講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有概念 很有feu 剛剛講到馬桶很厲害 你看艾玲姐他們家的馬桶 是可以升降的 對 這不是為了身高 或者是體型 而是為了 日本人 當然就是愛乾淨嘛 免治馬桶 對 免治馬桶 最高的頂級 對 就是常常 你是不是如果很愛乾淨的人 就覺得底下卡了 就是很多的地方 沒有辦法清洗到 就很阿雜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它升起來的話 其實清潔起來 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還有音樂 對 那 有耶 就是 而且這也是古典樂喔 對 上廁所的時候 第一次 我家的小孩來上 然後我兒子上一上就衝動 媽媽 你為什麼沒有音樂 可是現在習慣之後 他覺得很放鬆